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性感甜美与青春亮地 沈星最巅峰的那几年 不管是什么节目只要是由他主持的 收视率绝对居高不下 从电视台利益的角度来讲 沈星这样的主持人绝对要更加的受欢迎 沈星的主持水平很厉害 他的主持之路也可谓是一帆风顺 但是他的个人私生活却极其的混乱 前段时间传出的李小鹿夜宿事件与沈星的那些绯闻比起来 简直上不得台面 小屋见大屋而已 沈星曾经曝出与多名土豪关系不明 彻底让他身败名裂的则是一次殴打事件 沈星的前男友翻墙砸门闯入沈星的家中 在家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名陆星富豪 随即双方动手并且报警 警方摄入之后 这件事情便被摆到了台面之上 一时间沈星直接被大众的吞没淹死 因生活混乱被警方摄入 虽然他一再地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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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